所以我们人应该懂得 人生的一切是你的心在动 因为你的心一动 你的自己的内心啊 你的手啊 行为就会动 心静则物静 比方说你几个例子 你看一个花 你看着它会动 过一会儿这个花就会动 你今天看着这个花是静止的 你这个花就不会动 所以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 你经常做好人想好事 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 你就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觉得人家在欺负你 所以要不义一切法 学博人叫不去义 就是思念 就是回忆 不要去想我现在修的是什么法呀 我修的是什么道啊 什么都不要想 不义一切法就是完全让自己放空 这就是禅定 记住了 智慧解脱的人就能找到真鲁本性 人的脸其实就是一个苦字 眉毛是一痕 两个眼睛是两点 鼻子是个十字 嘴巴是个口 所以人生来就是来吃苦的 不贪着就能解脱 心不动就是开悟 大家看看这个苦字 人的脸是不是一个苦字啊 好了拿掉吧 我们这里的人不苦的 所以清代学者王永斌 在他的唯一炉叶话当中曾经讲过 人面和眉眼鼻口 已成一字月苦 为人生为苦啊 大家我不说多苦吧 就随便拿一点来说 人生有八种苦 那是最基本的苦 生出来苦不苦啊 老了不能动了苦不苦啊 生病的时候苦不苦啊 死的时候苦不苦啊 爱别离苦 喜欢的人要离开你 你苦不苦啊 冤症会苦 不想看见的人 天天要看见他 苦不苦啊 求不得苦吗 物因直胜苦 全部都是苦啊 想一想啊 人很苦啊 所以下辈子 我们再也不投人 到天上去见吧 你没错啊 你没错啊 我会是说 我会不是那我 你没错啊 你没错啊 你在这里 我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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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